孙小国逞兄T列他人膀胱现场首次曝光 扫黑大片全揭秘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原标题 孙小国逞兄T列他人膀胱现场首次曝光 扫黑大片全揭秘 2018年7月 云南某航空公司的几名空城人员来到了昆明市一家KTV喝酒唱歌 罪意中 空姐李某与南同事王某发生了争执 愤怒的李某让对方别走 随后拨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 一群刺着纹身的人冲进了KTV 带头的男子是此后震惊全国的涉黑大案主犯孙小国 孙小国抬腿猛踢王某的腹部 当场将其膀胱剔裂 这是一起涉嫌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 但孙小国却若无其事扬长而去 从18岁起轮肩妇女 第一次犯下重罪 20多年来孙小国已经一次又一次脱身反外 他确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果然 取保候审达成和解 随后的一切都如同孙小国所预料的一样 但是 他没有料到的是 一场席卷全国的扫黑风暴 让他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躲进避风港 2019年3月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在办理这起KTV故意伤害案时 孙小果三个字引起了工作人员的警觉 死刑不死 孙小果死里逃生背后暴露惊人黑洞孙小果 1975年出生 1994年因犯强奸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案件办理期间 他被取保候审保外就医 没有被收监的孙小果 更加肆无忌惮 1997年4月至6月 他以暴力和胁迫手段强奸四名未成年少女 1997年11月7日 孙小果及同伙在公共场所挟持两名17岁少女 进行暴力伤害和凌辱摧残 致使一名被害人重伤 1998年2月 孙小果因强奸罪 强制侮辱妇女罪 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 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然而蹊跷的是 12年后的2010年 孙小果重操昆明的夜场 成为了多家夜店的老板 死刑不死的孙小果成了一个谜 中央扫黑除恶第二时督导组副组长张力 我们把他锁定为第一大案来进行督导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怀疑 他怎么一步一步这么多个环节 他都能把他打通 就走到后来这个程度 这个简直我们也是不可想象的 2019年4月 中央扫黑除恶第二时督导组进驻云南 将孙小果案列为一号督导案件 会同云南省扫黑办调查案件真相 孙小果死里逃生的背后疑斗重重 调查证实 1998年孙小果一审被判死刑后 1999年二审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缓 2007年案件启动了再审 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期间孙小果又被多次减刑 实际服刑12年05个月就被释放出狱 孙小果脱罪 暴露出一个惊人的黑洞 从一审二审到申诉再审 刑罚执行等多个环节被人层层击穿 孙小果一次次逃出罚网 都因为一张无形的关系网 专案组调查发现 多年来编织出这张关系网的人是他的母亲孙赫宇和继父李乔中 孙赫宇原本是昆明市关渡区公安分局的一名民警 曾因帮助孙小果伪造材料办理取保候审 在1998年被依法判刑并开除公职 孙小果的继父李乔中 从云南省边防部队转业后 先后担任过昆明市五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和区城管局局长 1999年 孙小果二审被改判死缓 在此后几年时间里 孙赫宇和李乔中一直四处找关系想把死缓改为有期徒刑 要改判就得启动再审 再审得先能立案 李乔中几经运作和当时的省高院立案停停长填波搭上了关系 李乔中同时又请托了时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冯家聪 向省高院转发了孙小果母亲的申诉材料 自上而下打招呼 让孙小果案启动再审 既有内应 又有来头 案件得以顺利立案 进入再审环节 然而再审过程中 何一亭队是否将死缓改判为有期 出现了不同意见 时任沈坚庭庭长的梁子 安是能否改判的关键人物 何一亭在对案件进行第三次讨论的时候 这个明知不能改的案子却还是被改判了 李乔中通过关系 结识了时任云南省省长秦光荣的秘书袁 借助这层关系给时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赵世杰打了招呼 梁子安在收受孙鹤与李乔中价值 11万多元的财务后顺水推舟 最终促成了再审改判20年有期徒刑 以虚假专利顺利减刑 孙小果提前出狱背后的荒诞黑幕司法的威严与公正就这样 在关系和金钱往来交织中被扭曲 但逊私王法的黑手并没有就此罢首 改判20年有期徒刑的孙小果实际服刑不到13年就提前出狱 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黑幕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要求对折服在监狱系统的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 罗正云 时任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政委 他和李乔中是同乡 也是李乔中在边防服役时的老上级 在罗正云的牵线搭桥下 李乔中和孙赫宇结识了时任云南省第一监狱政委的刘思源 在刘思源等人的关照下 孙小果在省一间服刑期间多次受到技工表扬 监狱干经两次对不符合减刑条件的孙小果报情减刑 为了让孙小果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减刑 孙赫宇等人还策划出了荒诞的一幕 由省一间总工程师提供设计图纸 管教干警把图纸带进监狱 同间服刑人员按图纸制作出模型 一个署名孙小果的防盗薰警 该专利发明出来了 整个过程孙小果从未参与 为了排除阻力 让虚假专利顺利通过审核 李乔中孙赫宇又费尽心思 把孙小果从省一间调换到省二间服刑 在云南省第二监狱副监狱长朱旭的帮助下 孙小果被认定为有重大发明专利 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 黑恶之徒在南脱身法网 扫黑除恶让正义终备伸张法律 成了亡法者手中的橡皮泥 造成黑恶之徒脱身法网继续危害社会 为尽快依法彻查孙小果案真相 全国扫黑办在中央督导的基础上 又派出大药案督办组多次赴云南执导 推进案件侦办 2019年12月23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在审案公开宣判 孙小果被执行死刑前画面首次公开 2020年2月20日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执行死刑 扫黑除恶让正义终备伸张 多年来一次次为孙小果王法脱罪的孙贺宇 李乔中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年 梁子安 罗正云 刘思源等17人因犯逊私亡法罪 受贿罪等罪被判处12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 包括两任云南高院院长在内的6名领导干部 也受到了党级处分 在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强力推动之下 一些九宫不破的大药案件水落石出 一些百姓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落网归案 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逐步解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明星工程 责任编辑